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04年的新抵操 链接我放在右上方 本作故事讲的是 我们的男主瑞穗是财阀的公子哥 爷爷去世时的遗愿是让他 男扮女装进入家族先祖开办的明远学校念书 这个奇怪的遗嘱让男主化名为公小鹿瑞穗来到了贵族女子学校就读 刚一入学校就造成了轰动性话题 高票当选 姐姐大人称号 成为万众瞩目的明星 风头甚至直接盖过了学生会长 尽管最开始身边只有寥寥几人知道男主真身 但是随着故事的深入 越来越多的人洞悉了这位姐姐大人的各种不寻常 那么到了樱花毕业季 瑞穗会和谁牵手未来的旅程呢 尾娘入女校这类题材因为只有一个代伴的相当于天然形成在恋爱上排除一切竞争对手的前提 披着羊皮的狼四处出击 很合理嘛 纯爱类型在这里就面临一个难题 这种伪百合 玩家到底买不买账呢 伪娘男主在这个环境下面临的只有两种情况 一 对方知晓自己真身 那就是主打一个女校地下情 二 对方不知晓 那就只能是甲百合直到逐步发掘真相 本作在讲故事这方面 尤其是共同线上瞎了挺大功夫 采用了分级制 美化 还有下集预告 每一集都有一个故事的重点核心 不管是泳装课如何 门混过关 还是音乐教室的幽灵事件 都有种简单的番剧感 演出效果不错 再加上男主被雷的各种跪趴 附加心理活动的大字报 经常能斗的玩家 哈哈一笑 然而 它毕竟是个05年的作品 在摸索这个新题材的过程中 缺点还是相当多的 首先这个画风 简陋感 扑面而来 分分钟劝退 已经吃惯了细凉的很多观众老爷们 尤其在本就不多的福利中 人物的四肢比例严重失调 感觉女主们一个个都是发育不良 问题很大 尤其我玩的还是步兵版 要知道在给我这个领域里 只要有步兵 没有人会去玩骑兵 但是本作我宁愿选后者 步兵版的男主兵兵 长得跟个粗质烂糟的画桶一样 线条特别简洁质朴 差点没把青春up笑叉气 这样的喜感十足 导致的后果就是 无论你玩什么花样 色气度都是妥妥归零 本作可攻略的女主多达六人 这对于分级推进制类型来说是非常不友好的 因为女主人数越多 共同线重复度就越高 再加上个人线的掺杂和延伸 新旧剧情交替混杂 很容易让玩家陷入Control会流失新剧情 不Control又重复无聊的两难困境 这里大家回头去看一下《玩户十宁》在世界上最NG的恋爱这个作品中是怎么操作的 四位女主她非常聪明的采用了分段出局的方式 很好地处理了这个难题 但是请注意 NG恋是07年的作品 所以在05年这个档口实在没有办法得到这样的借鉴 剧情拖沓 冗长无聊 这些评价的出现也就不足以期了 综上所述 爱上姐姐的少女 我给71分 伟娘入女校题材 历史地位高于游戏素质的蠢爱作 龚小鹿瑞穗这个人物除了在福利阶段以外 已经彻头彻尾的被词化了 真正做到了 穿上衣服 玩挑逗 脱离衣服 是猛兽 白天高情商 玩人情学 晚上熟练的玩人 再加上自身财阀的家底 妥妥 人生赢家 虽然游戏因为年代久远 有着这样那样的各种缺点 但整个作品的基调还是温暖向上的 在经历了漫长的校园生活 走到了毕业季 朝夕相伴的同学们终将各奔前程 每个人都有了成长和收获 虽然通完这个作品真的需要花费不少时间 但当结束的时候还是有些怅然若失 虽然这份情绪无关游戏本身 网期本铃道所有视频评分统计票 在我的动态制定里可以查看 如果您喜欢这个节目 请一定要点击订阅 打开小铃铛 给个三连 我们下期节目 再见 待会了 对 请联系 请联系 索休息 回机